大家好欢迎回来 这一集就是你们一直在敲碗的防晒系列 我一直觉得防晒很难 因为它是蛮personal的 我喜欢并不代表你喜欢 我先讲一下我自己会喜欢的防晒 一定要不油 轻盈 还有不能够堵塞毛孔 而且一定要可以很厉害的 可以防UVA还有UVB 一定要擦上去均匀 而且不能够起屑 而且还要跟我的底妆不能够打架 一定要服贴的 最后它擦在我脸上 会给我很美的glow 这种防晒真的很难找 所以其实我测试非常多的防晒 到最后其实绝大部分都被我淘汰 我真的只能够选挑一两个 两三个我觉得真心觉得不错 再来每一个人肤质都不同 而且居住的地方都不一样 湿度不同 而且大家用法也不同 所以呢我真的就尽量 第一个我要讲的产品呢 是ELTA MD 你们有听过ELTA MD吗 这个品牌他们做的主要是 Physical 就是物理性的防晒油 这个品牌呢 其实被非常多的皮肤科医生推崇 这个呢是被誉为 比较不刺激 比较对你皮肤比较友善的 适合敏感肌的人 我之前其实有尝试它的产品 可是我一直觉得它用起来太 thick 就很厚很厚重的感觉 所以我不是很喜欢 一直到我找到了它的UV Clear 它这个呢跟其他款的呢 轻盈非常多 它这个里面的成分主要是Zinc Oxide Zinc Oxide呢其实是一个很厉害 可以防UVB还有UVA的 有像这样的filter其实并不多 主要让你晒伤的呢是UVB 但是UVA呢是可以穿透到你的皮肤比较深 那我们会担心老化啊 长皱纹啊还有长斑啊 其实是UVA 很多人啊就只会看什么SPF 雨薇说它越高越好 其实SPF主要讲的是UVB 不是UVA 很多人有困扰说 不能够擦防晒油靠近眼睛周围 因为会很刺会熏眼 那通常来讲Zinc Oxide呢 一般来讲它是比较温和的 它是几乎是没有可能会造成刺激的 它会对你皮肤造成刺激的几率算很小 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尝试有Zinc Oxide 就主要是Zinc Oxide的防晒油 我之前有分享过Zinc Oxide啊 擦在我的皮肤上就会形成一个很白 它会让你的皮肤很白 它很难推开 可是它这个Zinc Oxide呢 它是micronized 就是它的颗粒变小了 意思呢也是说它可以擦上去 你很容易推开 还有它可以比较容易吸收进去你的皮肤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感觉 它弄出来的感觉就有一点点像 我之前去年呢讲的Neutrogena的那个 它不是水状 它是有点像mousse 然后擦上去 你刚擦在脸上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还蛮保湿的 不油它是保湿 擦完了以后呢 你过了一阵子 你会发现说它有点像变成亚光一样 它不是那个油就一直残留在脸上 这个呢跟它之前的配方很不一样 它之前就是有一点thick 有点油 这一次呢完全不同 我很难得找到不是有润色的Zinc Oxide 非常难得 它是非常轻盈 而且我发现说 我会期待用它 而这种防晒就是你应该要找到的 因为最好的防晒其实就是 你会一直不断的擦的那个防晒 还有呢 我觉得这个防晒是适合所有的肌肤 如果你今天是油肌 一般肌或者是干肌 我觉得你都可以使用 而你使用的方式可以不太一样 如果你今天是油肌的话呢 你可以就直接用它 你就不要擦面霜 你把它当面霜 因为它里面有成分就像面霜一样 如果你是干肌 你觉得擦这个不够 你可以先上你的面霜 再上这个 除了它可以防UVA还有UVB外呢 这个本身它还有一个 我很喜欢的成分 就是niacinamide 维他命B3 这个成分它加在里面 不仅可以让你抗痘 抗发炎 如果有九糟的肌肤呢 可以使用 还有它又可以抗老 还有美白的作用 它的这个成分作用非常多 我发现我现在选择防晒 我都比较喜欢它 有点像是保养品 可是它又可以很强的防UV 这个我超爱 它擦在脸上超美 再来我要介绍的呢 是Eisen 这个我想要讲很久了 我是大概两年前呢 我到西班牙 去年到西班牙 然后呢 我就发现说当地的女生呢 擦防晒油嘛 我就很注意 我就会看他们擦那个品牌嘛 还有那时候是秋天局 它的太阳非常大 我刚好防晒油用完了 我就去买回来它这个品牌 结果我就真的有点吓到 因为它的配方真的很好用 这一瓶呢其实不便宜 可是如果你在欧洲啊 或者你在西班牙买的话 会便宜蛮多的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我很喜欢它的这个配方 因为我很 一定要shake 记得一定要shake 我挤出它的时候呢 我吓一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我没有看过 Zinc Oxide 物理性的防晒呢 居然是水状的 我几乎没有看过 是这样子的配方 因为Zinc Oxide都很难推开 很厚重 这个真的是我很难得看到的 又好推开 然后又是水状的Zinc Oxide 这里面它有放一种酵素 这个酵素呢 是从一种浮游生物出提取的 这个酵素呢 研究有发现到 它可能可以回转 逆转 就是太阳光对你皮肤造成的伤害 你每晒太阳呢 你的那个UV 它会到你的细胞 它真的会破坏里面的DNA 那它有发现这个酵素 是可以挥转的 可以逆转的 而且呢 它甚至可能可以预防皮肤癌 所以呢 这个我是觉得它蛮特别的地方 这个里面除了有Zinc Oxide 就是可以很强的防UVA还有UVB 它里面呢 还有很好的成分 比如说像它的 就是比较稳定的维他命C 还有这里面呢 就是维他命E 那这两个成分呢 再加上你的防晒 它可以给你皮肤有很好的 就是防UV的能力 而且呢 它们都有提亮的效果 基本上我最近 我都连润色的foundation 我都没有在擦 我就擦它们 然后我就出门了 这个呢 还有刚刚那个防晒 有让我皮肤达到 比较肤色均匀 记得使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shake 把它shake好 还有它擦上去的时候呢 我必须要先讲 它擦上去你的皮肤的时候 一定记得要把它整个推开 刚开始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觉得 哦 非常hydrating 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油 可是呢 过了几分钟以后 就像我刚刚擦这个地方 它变成哑光的 所以呢 上肌肤的时候 不要吓一跳 就是你会觉得 哦 怎么又有点点白白的 确定均匀的推开以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它是保湿 可是不油 哑光 擦上去皮肤会有glow 会很美 还有必须要讲 它是有放香精的 但是它的formula 真的太好 还有它有很多其他的成分 所以呢 如果你不是对香精 有过敏的话呢 可以考虑 我觉得这个适合 干皮 或者是混合肌 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还有它是water resistant 40分钟 这个我觉得日常使用 或者是你今天 可能要到海滩 晒一整天的太阳 我觉得都不错 刚刚这一个呢 Alta MD 我觉得非常适合日常 我用这两个跟底妆 不会打架 非常服帖 两个擦的都很美 再来我要讲的 大概是 这个市场上 我觉得可以说是 防晒 防UVA能力最强的 这个是La Roche-Posay 他们出的 他们出了非常多的防晒 而且不同的国家 美国啊 还有欧洲啊 也都不一样 我现在要讲的是 这个是欧洲版的 记得一定是这个 而且它还有两种 这个条呢 有个绿色的 我买的是 一定要蓝色的那个 这个防晒 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它是 以后未来的防晒的趋势 La Roche-Posay呢 是我觉得 在这个市场上面 真的是做防晒 做的最下下角的 如果我今天知道 我会在太阳下一整天 要晒一整天的太阳 或者是我到海滩的话 我一定会选择一个防晒油呢 我知道它可以给我 最强的防护力 我刚刚说UVA 才是让我们提早老化的元凶 但是UVA呢 有两种 它有 short 还有long 还有短的 还有长的 那我现在要讲的是 UVA-1 就是最长的那个呢 那一段 就大概从380nm 到400nm 这一段呢 其实我们现在所有 在市面上面 可以看到的防晒油呢 它的那一段防护力 就是UVA-1 那个防护力 都是不够的 那Maxwell-400 就是它这个里面 有的成分 就是可以在那个 380到400nm 那一段呢 可以提供防护力 我非常兴奋 它们有出这个成分 我希望可以看到更多 关于这个的研究 这个呢 是化学性防晒 化学性防晒呢 就在市面上 如果你看到 Maxwell-SX Maxwell-XL Tenosorb-S Tenosorb-M 或者是UMANO 或者是Avobenzone 这就 你只要看到一个 或甚至两个 我就已经觉得 它在这个市面上 已经算是很厉害的防晒了 你知道这有几个 filters 它有几个多强的防晒在里面吗 它有八个最强的防晒 可以在这个防晒看到 那你一定会很好奇 如果它有八个 filters 会不会它用起来很油腻呢 不会耶 它用起来的感觉 我给你们看一下 它虽然没有像是那种 anessa啊 就那种水状的 它是比较像是cream状的 可是我跟你们说 它擦在你的脸上呢 不会油腻 可是它有其他款 我是觉得有油腻 就是我唯一能够用的 就是这个 这一款 然后它有蓝色的这个 擦完以后呢 是非常轻盈的感觉 一点都不油腻 它很快呢 你的皮肤就会吸收了 然后你擦完 你会觉得说 好像你不会感觉到 你有擦防晒 它没有任何香味 它跟你的底妆呢 也很搭 不会打架 还有它也不会起球 它除了防水 它还可以防汗 还有它可以防沙 这个呢 我擦眼睛周围 也没有问题 跟我之前那两个讲的 都没有问题 一个防沙可以做成这样 那再来呢 就是我这个 真的非常爱的CeraVe 你们知道 它新出的这个 好像是去年新出的 它的Ultra Light Moisturizing Lotion 很多人如果跟我说 它住在台湾 或很热 很热带的地方 然后它又是油性皮肤 它实在就是 它没有办法 什么防晒 它都没有办法使用 或者是它觉得 其他的防晒 如果放很多酒精的话 然后会太刺激 太熏眼的话呢 那我就会介绍 你们用这个 这个呢 是真的很好的 日常使用的 你在家里面 如果有太阳晒进来 就是玻璃有太阳晒进来呢 你只是出去买个菜啊 这个就很适合擦 这个是我讲 刚刚所有的Sunscreen 它是最轻盈的 最薄的 这个防晒呢 就是我讲的 所谓那种 它又是保养品 因为它其实本身 它就是面霜 然后它又加了 SPF30在里面 这我不知道回购多少次 它是chemical化学性的防晒 那它里面呢 主要的防晒是 Averbenzo 它可以很好防UVA 那它有很多其他的成分呢 是防UVB的 那它还有加Octocraline 那因为Averbenzo 它有时候可能会有 这个不稳定的问题 那Octocraline 就是可以让它 这个成分更稳定 让这个产品更有效 再来呢 一定会很多人问说 那身体怎么办呢 我身体的防晒呢 基本上我就是 有一些要求 就是它一定要大管 还有它一定要评价 因为我用防晒很凶的 那如果我今天要外面走个路啊 或者是运动啊 我可以擦它们 因为它也是防水的 这个呢 是Bondyce Sane 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讨论 它真的很便宜耶 这个大概才几块钱 可是它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我可能用完 哦 还有一点点 它非常好推开 这种水状的 非常好推开 我为了要防止我 忘记擦身体的防晒 所以呢 我通常就是把它摆在我车钥匙 那我就是擦完呢 我要它很好推开 擦完以后呢 我马上就出门 这个呢 是Utherin 你们知道我也很爱用这个 这个也是很好推开水状的那种 这两个都是SPF50 还有它都是防水 可以到80分钟 还有它是化学性的 主要是Ava Benzon 好 那我就讲完了 我希望可以给你们不同的选择 因为呢 选择防晒是还蛮personal的 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一些产品呢 找到适合你的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或者你还想要看 什么样关于防晒的 因为夏天快要来了 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